上主求你回顾你所立的世容 永远不要抛弃穷人的性命 天主求你速来处理你的案件 千万不要忘了那寻觅你者的呼声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圣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每次四十年之久带领的 犹太人离开埃及 在旷野中 四十年 来到 约旦河 东边 他们快要进入 府地 所以没事要请 犹太人要回顾 天主怎样的带领着他们 从埃及带领着他们 在旷野 也怎样的带领他们 天主也给他们有一些的法律 要求 以色列之民要均守 天主所给的 这些的法律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责任我 思念心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 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我们能称祢为父 圣甘荣幸 教祢在我们心中 培育你一子的精神 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祂圣神 永生永晚 阿们 公读生命记 梅瑟对人民说 以色列 现在你的天主 现在你的天主上主 向你要求什么呢 只是要求你敬畏你的天主上主 遵行他的一切道路 要爱他 全心全灵 侍奉你的天主上主 遵守我今天 颁布给你的天主的诫命和法令 好使你获得幸福 天和至高的天 大地和地上的一切 都属于你的天主上主 上主却只喜欢你的祖先 钟爱他们 从万民中 拣选了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直到今天 你们还是他的选民 因此 你们的心 要受割损 不要再固执了 因为 你们的天主上主 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王 伟大 有力 可畏的天主 他不偏私 不受贿赂 他为孤儿寡妇 伸张正义 爱护外侨 供解他们食物和衣服 因此 你们也该爱护外侨 因为 你们在埃及 也做过外国人 你要敬畏你的天主上主 侍奉依赖他 奉他的名 启示 你该光荣他 他是你的天主 你亲眼看见他 为你做了奇异可畏的事 你的祖先 你的祖先到埃及时 只有七十人 现在 你的天主上主 却使你增多的像天上的星星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耶路撒冷 你要赞颂上主 耶路撒冷 你要赞颂上主 耶路撒冷 你要赞颂上主 西雍 你要赞扬你的天主 因为他巩固了你的城门 降伏了在你中间的子女 耶路撒冷 你要赞颂上主 他使你的四尽平安 让你保享上好的脉面 他向大地发出自己的御旨 他的圣旨 即刻迅速传递 耶路撒冷 你要赞颂上主 他将自己的旨意 小遇了雅阁 把自己的御旅 启示给以色列 他从没有恩待过任何国家 也从未向他们宣示过自己的律法 耶路撒冷 你要赞颂上主 祂美主 祂美主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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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美主 祂美主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天主借着福音 招教我们 分享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光荣 招恋主招恋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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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恋主招恋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赛 共度圣玛兜福音 主愿共同归于你 耶稣同门徒聚集在赞利利亚时 他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 被他们杀害 第三天他必要复活 门徒就非常犹豫 他们来到科华翁 收电税的人前来问伯德说 你们的老师不拿电税吗 伯德说当然了 耶稣进到屋子里 就先向伯德说 西门你以为怎样 地上的君王 向谁承受关税或定税呢 向自己的儿子 或是向外人呢 伯德说 向外人 耶稣对他说 所以儿子可以免税了 但是为了避免冒犯他们 你到海边去钓鱼 把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拿起来 打开他的口 你就会找到一块硬币 你拿去交给他们 作为我和你的电税 上主的圣言 基督徒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师父平安 在今天的读经有两个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是耶稣预告他的死亡 预告他将来上耶路撒冷 会被交给外邦人的手 以后他被杀掉 但是他告诉门徒们 他第三天会复活 接下来就是要付圣殿的税 他问门徒们说 是谁可以付那个税 要付税 是自己的儿子或是外人 那门徒们就说 当然应该是外人 那耶稣他就说 好 儿子就不需要付税了 摩应该是说 他自己 耶稣自己 是他身为天主子 那付电税 圣殿的税 就是为了要修改 或是要保养圣殿的费用 所以他身为天主子 他应该免付税了 但是下面他就说了 为了不要冒犯他们 不要让他们有一些的争执 那我们就付税吧 付税的方法 刚才我们就听到 波多罗就去钓鱼 以后呢 所钓的第一条鱼 把嘴巴打开 里面是有一块 应该是摄格 那一块是为了付他们两个 按照他们的法律 一个人 一年 一个男性 一年当中要付圣殿税 是万色可儿 所以刚好是一块 是他们两个人 好 这两个 耶稣 预告他的死亡 跟后面要付税 要怎么把这两个连接起来 应该是说 耶稣的死亡 是因为他跟这些人的关系 这些人不接纳耶稣 耶稣所教导的一切 他们不接纳 以后到最后 他们就要把耶稣除掉 付圣殿的税 也是一样的 如果耶稣没有均守 那这些人会看 以后可能就会来抓这件事情 以后把这个扩大 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 所以这两个 就可以今天就可以放在一起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新的家庭 他们刚结婚 结婚以后 他们就搬到一个地方 他们就买了一个房子 买了房子 那他们买房子 到隔天 他们起床 他们要吃早餐的时候 他们在吃早餐 这太太 她是透过他们的那个床户 看外面看邻居 邻居在那边晒衣服 已经洗完衣服 以后在那里要晒衣服 那这个太太她就说 邻居 邻居这个人 他洗衣服洗得不干净 洗得不干净 就这样的 隔天他们吃早餐的 邻居也又是在那边要晒衣服 他看了 他就说 这个邻居真的是 已经两天了 他洗衣服洗得不干净 过了几天 吃早餐 邻居也是一样的 在挂衣服 他说 真的 我不知道他们这 我们的邻居 他们穿的衣服 是怎么样的 他们还敢穿这些 没有洗干净的衣服 过了一阵子 他们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这太太一抬头看了 她说 我们的邻居终于听到我的话了 今天他洗的衣服 他现在的洗的衣服 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是不是 他就看他先生 是不是 是不是先生 偷偷的去跟他们讲了呢 那这个先生他就说 没了 是因为今天早上 我洗得很早 所以我把那个窗户就擦一擦了 我把窗户擦一擦了 窗户很干净了 我们可以看到 外面 我们的邻居 他洗的衣服 他裁的衣服 的确是干净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床都不干净 我们看到外面都是 好像是脏脏的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福音 耶稣预告他将来会被交在人的手中 被杀害 死亡 以后他遇到这个来纳税的 来要收这个圣殿税的 那因为如果他没有好好地去做的话 冲突就会来了 那这个冲突 这个不是耶稣自己他想要这样的冲突 但是耶稣的对头 他们好像是在他们跟耶稣中间 有一面张张的玻璃窗 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张的 耶稣所做的 不论他做得好 他说得好 他们所看到的 他们所听到的都是不好 就是耶稣一定要被除掉 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 我们是怎样的 我们的家玻璃有没有查好 我们是否每天我们往外看到 别人都是很张的 别人都是不对 我们可能要先要看看 要查好我们自己家的玻璃 我们自己生活上 我们的生命中的玻璃 要查干净 我们才能看到 看得清楚 别人的好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力 全力 孝爱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吾玛利亚 基督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一律从爱 勿议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奉献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奉献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背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之七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一些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操见及敏打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远去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来这里 举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搅拖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命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求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人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圣主 我是在黑暗中 我是三孤神徒 祝若是你生意 我欲行不知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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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欲行不知恶